Hey everybody,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我是木木 Hey大家好,我是Alan 木木老师,今天气色好像挺不错的 还行吧,就打了点隔离而已 不要谦虚,真的感觉看起来挺舒服的 感觉被尊重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女生有时候化妆啊 不仅是自己很美,对他人其实也是一种尊重 就像有些女生说 我都不愿意为他洗个头出门,是吧 如果你竟然为了某人洗了个头 还化了,打了一个隔离 说明你对他还是有那么一丝尊重的 所以说啊,这个化妆也是女生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 但是呢,作为一只化妆街的菜鸟 我今天呢,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聊一下一些化妆品的英文名称 我觉得这个话题不错,我觉得很实用 因为大家经常现在旅游,国外的旅游特别多 你去国外这个免税店shopping的时候 一起飞 哎,来,咱们来对联啊 两只菜鸟鸣翠柳 一行白路上青天 走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 实用化妆品相关的英文 今天Alan和穆穆老师聊的话题是 与化妆品相关的一些实用英文表达 Hello,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其实我感觉啊,经常在免税店 大家都一定会挑花眼 因为品种太多了 是啊,有时候真的是目不暇接 太多品牌 有些根本可能一次都没有见过 那么今天我们这么来说吧 讲一讲这个机场免税店里你最常见的 或者说最受欢迎的那些品牌 好不好 说到这个受欢迎的品牌 其实我记得啊 我生日那天我的好朋友送了一瓶小橱橘的香水 特别好看那个瓶子 然后呢我经常会在商场看到这个牌子 我就会特别害怕念这个名字 觉得像一个人名 但是我却不会念 呃,你讲的是这个Mark Jacobs对不对 Mark Jacobs 对,可能是这么读的 很多人不太熟悉这个词怎么读 跟我一起来读一遍叫做Mark Jacobs Mark Jacobs 对 我说对了吗 说对了 其实呢不仅是他们的这个香水perfume 包括他们的一些accessories 一些啊,饰品啊 还有一些apparel 一些服饰都是非常的popular 非常受欢迎 有一些真的是非常棒 我还蛮喜欢他们的一些衣服的 其实啊我们会发现在有一些香水的包装上 除了有时候会标识perfume这样一个词之外 有时候还会有另外一个单词 也会经常看到叫做fregrances F-R-A-G-R-A-N-C-E-S 它也是香水的意思 叫做fregrances 所以大家在免税店购物的时候呢 看到很多英文啊 看到这个不仅是perfume 指的是香水 这个fregrances 它也是指的香水 木木啊,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美国的牌儿 就是它的每个店门口都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骷髅 知道知道知道,你说的是科研室吧 是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店面的装修 怎么呢 因为呢,首先我很喜欢这个骷髅啊 这个骷髅一身特别帅 然后呢,我非常喜欢里面一种特别美式餐厅的感觉 有红色和蓝色的霓虹灯在里面呢 哦,是这样子 只是呢,科研室的英文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讲 果不然是个菜鸟 这个不过这个科研室这个牌儿啊 不是那么好读 它的读法是跟我一起拿啊 叫做Kiehl's Kiehl's Kiehl's 确实不是特别好读 而且我觉得它的价位也不是特别的便宜 It's an upper range brand in America 其实呢,在美国啊 科研室Kiehl's 也是属于一个中档价位的一个品牌吧 我经常会用Kiehl's 因为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吃的比较多 然后 长痘痘 痘痘比较蓬勃 然后他们有一款这个Facial Toner 爽肤水啊 草本的蓝色水 特别好用 每次在用完这个Facial Cleanser的时候 就是这个Facial Cleanser叫做洗面奶之后 我都会涂上一些这个蓝色的水 这个Facial Toner 爽肤水 蓝色草本的 非常好用的效果 好,停止打广告 Alan,你这么爱护肤 不会怕别人误会 男生为什么就不可以保养呢 这个我觉得没有关系的啦 是的,有道理 所以Alan经常告诉我们啊 她有 她同时用几种不同的面膜 经常会做一些Facial Mask 面膜来保养自己呢 还有啊 现在温度很高 太阳特别堵 很多女生为了不被晒黑 经常会涂一些Sunscreen 防晒霜来保护自己的皮肤 涂完了这个Sunscreen之后呢 有个温馨提示 一定要记得Makeup Remover 一定要记得卸妆啊 这个特别重要 听说啊 你涂防晒霜的吗 其实说到科研师啊 我想起另外一个名字 看上去比较奇怪的 这个美国品牌倩币了 是的 我们经常可以在 各大护肤品网站上 看到倩币的广告 因为很多年轻的妹子呢 现在都特别喜欢这个牌子 倩币Clinique C-L-I-N-I-Q-U-E 其实跟这个诊所的发音 差不多是吧 也许它寓意着就像 诊所一样 让倩币来 拯救你的肌肤吧 哎呦 你别说还挺有道理的呢 所以呢 他们这个明星产品 倩币黄油的广告标语 也是很有意思 叫做Dramatically Different Moisturizing Lotion 很形象的一个名称啊 叫做Dramatically Dramatically 引人注目的 Moisturizing Lotion 乳液 保湿的一个乳液 效果特别棒的一个保湿乳液 听着名字就想买来试试了 木木啊 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会因为一个化妆品的包装 而产生购买的欲望吗 当然啦 其实啊 作为一个拥有少女心 但是化妆水平属于菜鸟级的人来讲 我通常买东西都是 because they are good packaging 他们好看的少女的包装 比如说贝林飞 你知道那个品牌吗 你又懂了 benefit 你会发现啊 好多这个化妆品啊 它的名字取得很有意义 比如说 我刚才讲这个贝林飞benefit 它的意思就是有好处的 有意义的 让顾客觉得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正面积极的 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好处的一个东西 看来这个商品取名字还真挺重要的呢 就是不管是商品取名而人取名都很重要 比如说我这个名字吧 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反正也是蛮有意义的 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我的中文名是什么啊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搜 也是蛮有意义的 今天艾伦和木木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些化妆品相关的使用英文表达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的品牌名称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木木 我是亚旺 咱们下期见 拜拜